你说难受就不穿吗 我不这样认为 上来二话不说就直接往你刀 有什么意义呢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睇哩哩极客鞋谈 今天不跟大家聊球鞋 我邀请一位学医的专业人士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干货 来聊一下球鞋跟解剖鞋之间的一些关联 在现在千篇一律的球鞋测评中稍微休息一下 吸收点新知识 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 我们自己在采访的过程中也是收获非常多 听完都想给他一键三连那种 不多说了 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 我现在是三甲医院的医生康复科 目前主要做的还是神经康复和骨壳康复 其实我学医今年是学医的第10个年头 之前本科是临床硕士选择的康复方向 主要是做神经康复和骨壳康复 其中包括运动康复也是我的擅长方向 今天主要过来跟三文鱼聊一聊 看你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大的宏观的概念 尤其是刚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你们应该知道一下什么是正常的体态 测评中说的力线到底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通俗易懂的解释 来听一下李医生是怎么讲的 我前提给大家铺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概念 尤其运动打球的人 他们说你做康复 你搞康复 你去帮我调整一下体态 我哪里痛怎么怎么解决 其实大部分人可以通过一定的休息保养是可以改善的 但是盲目的就是我可能一两句话去帮你解释它能解决问题吗 我建议还是谨慎一点 尤其是有病伤史的 医院和院外的康复中心 健身房保健馆的康复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 前端康复和后端康复 前端是为了让你出现损伤以后可以充满赛场 这是医疗机构负责的东西 相对稳妥的康复机构去处理的内容 而后边让你去提高运动表现的 那可能是教练体育学院是他们负责的内容 你要清楚你是想提高运动表现 还是想单纯的解决你的功能障碍去主板赛场 所以到体态问题有两点我觉得特别要注意一下 第一就是尤其现代社会 大家办公组工作压力很少有绝对正常的体态 你对体态有个认知 第二个是什么样的体态是你适合的 我觉得只要功能好的看起来舒服的就OK了 但除非是它影响到你具体的功能可能就要康复介入了 但是首先还要排除病理性的问题 当你发现你可能确实需要去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 第一步你先要自我认识清晰 第二步我建议还是选稳妥一点的医疗机构 或者康复机构去给你做一个系统的评估 这样是最稳妥一些的 聊完体态可能我们很重要的一点 要聊下肢 打球的人可能下肢我们就要关注它 但是我要说一个前提就是 抛开整体谈局部耍流氓就很不科学 下肢立线我们前提是你的腰椎 你的骨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前提下 我们怎么在家里可以大概去看一看它 去了解一下它 其中下肢立线主要是什么 我们要静态评估它 站在一个很好的体态评估表面前 然后我们去测几个关键的指标 然后你可以拍照拍下来没问题 也可以让别人帮你看一看 我们找到那几个关键的位置 可以在照片上画条线 也可以通过你自己姿势的调整 拍一张你觉得满意的体态 前后对比发现哪里有差异 立线主要是一个力学传导的作用 谈到立线它主要的发力是从脚传到膝 到宽到腰椎再到上肢 立线是所有动作 尤其打球的人来讲的话是一个发起点 除了看骨性标志物就提到骨头和肌肉的位置 你的肌肉左右是否对称 你的肌群的维度两侧是否一致 下一步你要怎么去处理它 前提都是以一个评估为基础的 我还是想在这里强调 大家做静态评估 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第一步不是先去小红书 先去往上搜该怎么解决 别人的经验永远是经验 100个病人有99种得法 跟你概率一样的是很小的 一开始找一个专业的机构去康复评估 专业的医疗机构去给你看一看 有没有病理性的问题 然后再去针对性的去解决它 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 还是我反复强调的 要标明它 一个一个肌肉标明它 因为肯定不是单一问题引起的 两侧小腿有个一侧外拳 一侧没有外拳 可能并非是你小腿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你骨盆前倾 骨盆歪斜 也有可能是你脚丫子问题 扁平足 足内翻 踝关节不稳 很多原因都可能引起 但前提是你要找到它 你要发现它 当然只是单纯发现 也并没有影响你的生活 每天都很正常 也没有出现其他新的疼痛 不舒服 紧张的话 这个时候OK休息 不需要去处理它 你每天挺开心的也挺好 听到这里好像很简单 我应该大家都跃跃欲试了 想着要赶紧去某宝下单 买一张评估表来自己拍拍照 问题就来了 拍完照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去找谁看 是不是那种按摩店也可以 静态评估完以后 像大家看到的 第一个是骨性标志物 第二是肌肉肌群的问题 在这两个前提下 第一个思路是什么 前提禁忌去的几个地方 我帮大家列一下 禁忌中医推哪管 禁忌不规范的康复中心 禁忌针灸按摩店 能刷医保的按摩店 这几个是我觉得要是禁忌的 不要盲目的去靠他们去处理 他们只能帮你放松 怎么去评估你去的地方专不专业 好不好 除了你的直观感受以外 跟大家分享一个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看他们的评估体系 评估是康复的基础 你找到问题所在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你要找到原因 然后再对症下药 现在很流行的某某刀 但其实我个人是不是特别推荐 有存在一个明确体态问题的人 大家盲目去干预他 我见过有因为他出现肌肉不分撕裂 出现皮下血肿 出现过敏性皮炎 甚至出现肌腱的不稳定 这些都是新的并发症 上来二话不说就直接往你刀 有什么意义呢 先知道为什么再去干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对自己身体负责 那意思其实还是要去专业的医院 专业的康复机构 那问题又来了 我想起我之前刚入职的时候 在上海一个人打球磕破了头 想去好的医院逢针 但是又无从下手 因为人生力不熟 我不知道去哪里才好 甚至都是打开了某某点评 来去找医院的列表 那作为专业人士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小窍门或者小技巧 能够分享给我们大家去筛选一下呢 窍黑板重点来了 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去筛选 第一个我建议大家三家医院的康复科 而且一个小窍门 大家去筛这个医院的康复科的时候 要看一看三家医院有没有配套运动医学科 运动医学科 骨关节外科 它们是两个不同的专业方向 运动医学科处理的更多的是关节韧带软组织 它并不是骨头 但它属于骨科的内容 前交叉韧带 罗斯罗伊倉普森 他们是运动医学科的范畴 第一个你去三家医院看 三家医院只要有配备运动医学科的三家医院 这个时候你去挂号 去处理体态问题 处理自己的肌群骨骼的位置问题的话 你这个时候去挂他的康复科 这个叫什么康复医学科 第二去康复机构 因为这个确实要实际去体验 看他们去给你的评估列表 如果评估列表只是单纯的疼痛 做某个姿势疼痛 做哪里很不舒服 只单纯这一列的话没有意义 他们可能更多需要去评估到你的关节活动度 就刚刚除了你静态在家评测到了以外 他们给你能提供到动态的评估 而且他们的评估表可以给到你 这份评估表同时还能在三甲医院得到医生医疗机构的承认 这个的下线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相信通过上面的分享大家已经有所收获了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球鞋上面 让我们看看从医学从业者的角度出发 同时他自己也是篮球爱好者 他对球鞋会有什么理解呢 我们普通爱好者会不会一直有一些误区呢 来听一下 球鞋对出发的影响更多还是静态 但其实好的球鞋 尤其对打篮球的来讲 影响的不仅仅是脚踝 它会影响你的膝小腿宽甚至会影响你的骨盆和腰椎 尤其是在高强度而且变化加速度 这些特殊情况下 复杂情况下的一个发力模式的时候 好的球鞋对你的保护是大于它的一个作用发挥 你靠球鞋去提高你的运动表现 我觉得真的就是扯淡的 球鞋是保障你的下线的 球鞋只是保障你的运动表现不会丢失的太多 好的球鞋在静态条件下是保护我们的踝关节 踝关节首先低帮和高帮和中帮 我自己很早之前看过一篇文献 很多打篮球的人会有个踝关节不稳 慢性踝关节扭伤 他们选球鞋可能更侧重于高帮低帮和中帮 他们的私度从一开始可能就是错的 就是你有踝关节扭伤的时候 你关注的不是说球鞋给你的保护有多少 因为球鞋给到你的保护是静态的 当你运动的时候 当你启动的时候 你的脚踝发力 你的踝的活动度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脚背驱 你鞋带红绑的太高 这个时候你还要发音的力去对抗它的保护作用 所以什么是最安全的贴身的保护 打个护脚 脚踝 但是前提一定要科学 围绕着你的损伤的韧带走 所以有时候低帮鞋对你来说的意义会更大一些 总之我的思路就是 打球的我们朋友来讲的话 保护作用有多大 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损伤类型 如果跟剑断裂的 谢谢我建议你穿这么高的 我甚至建议你穿的再高一点 听完高低帮球鞋的选择 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了新的认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会提打脚 以及锻炼脚踝这两件事 因为很多问题的起点 其实并不在球鞋的选择上 不詳細还是继续听一下 黎医生从生物力学的角度 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对球鞋选择的一些想法 球鞋静态 其实静态取决你自己本身的一个足牌的情况 其实更多的还是病史 我们叫有没有损伤史 其实很多怀魂间有向的病人 他都会出现一个背区受限 他背区差 背区差 他就会导致你的蹬地 对 蹬地弱 力量弱 表现不好 而且我们会导致一部分的 我们叫本体感觉丢失 通俗一点就是你下楼梯的频率 下得很快 本体感觉就是可能你的脚踩的不稳 这个时候好的球鞋 好的球鞋会给你刺激传到你的大脑 它是提高你的本体感觉的 黄关节不稳 黄关节扭伤的病人 第一 你不能过分的限制他的一个黄关节活动度 尤其是背区 适当的做好保护 我觉得就OK了 这第一 第二 黄关节扭伤的病人 保护性好就可以了 不要选太软 因为黄关节本身就不稳了 你再踩在一个过于不稳的平面上 肯定会导致二次损伤 甚至我都建议 膝关节不稳 黄关节不稳的人 都去选一些 立下面相对稳定的 起码是支脸稳定的鞋 核心还是第一 你要了解自己 第二 你得做好好的评估 第三 才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鞋 其实我觉得跟NBA的打法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加了很多 内在保护在里边的 垫高的足弓 打了脚绷带 而且本身也在做康复锻炼 就是没有任何可比性 从个解剖学 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有三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是发力的时候 我们那个支点 我们那个发力点也要稳定 它稳定的前提是 它左右不要有明显的一个倾斜 这个时候一旦有倾斜 你可能要调动你其他的肌群和韧带 去发力 去把它维持稳定 生物力学叫支点 它是一个杠杆 一定要知道 这个时候你对抗的是自身的重力 你的主动力是什么 是你本身的肌肉力量 我应该前段时间穿了一箱詹姆斯 詹姆斯就 他前脚上太不稳了 太软了 为什么詹姆斯可以穿 职业的运动员 他们发力的时候 他们不需要额外的辅助条件 帮他们稳定 他们是OK的 他们其他脚踝外侧内侧的一些韧带肌群 能帮他去稳定 他要的是什么 他们更多是后期的一个缓冲 他们可能减少一个大门椎外侧 我们叫一个叫什么关节 我不记得 保持那个关节不要反复的受压 出现一个筋膜炎 出现一个损伤 但这个是要看人的 这对我来讲不行 对我来讲它是不够稳的 第二个就是中底的过渡 想想跟足根的过渡要足够的稳定 碳板是很好的东西 但碳板不适合用于哪些人 你的足弓是一个肌纤维构成的结构 他的力量太弱的人 我不建议去盲目的去追求上碳板 够于依赖他 他力线传道会进步软化你 尤其是高强度比赛 可能你换一双没有碳板的鞋 你的损伤风险概率会大大提高 你是太依赖他了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 早期可能他就换了双鞋 他甚至到最后走路都要靠碳板 都要靠很好的一个中底过渡给你的力量 是不好的 可能面临的代价是前脚掌的足底筋膜炎 脚后跟的跟腱也就出来了 第二类人是扁平足的人 你的力量甚至都是畸形的 可以这样 你的力线传道是不正常的 扁平足的时候是外翻 你本身你的足弓是不存在一个力线传道 甚至可以说他传道的不是很科学 扁平足可能会激发引起膝和宽的问题 时间久了 你穿碳板都会出现问题 扁平足的人选球鞋 建议还是选很好的一个足弓支撑能给你拖起来 第三个就是一个后跟 后跟更多还是缓震和你的步行步态 后跟是我们的一个发力点和一个下落的一个缓震点 这个时候就见仁见智 往往太软的我不推荐 其他的我觉得都还OK 太软的就是会导致根间炎 甚至骨刺都会出现 太软的时候 你的本身的一点是不稳定的 你落下来 你自己感觉踩得很舒服 其实你的其他肌群 你的很多韧带在帮助你稳定你的根骨结构 当你的软佐则在你的骨头上反复摸擦 它就会出现炎正 所以一定要稳定 就是静态拳球鞋的一个东西 很多球鞋鞋圈设计的很窄 它的侧翻做得很差 从内侧和外侧 我们尤其要关注内侧翻 但很多球鞋现在可能外侧会做得宽一些 内侧它往往忽略 其实发力那一侧 我们一般力量都力线都会往近走 是一个斜向 从脚掌的内侧走到足后跟外侧 是一个斜向的走形 你可以看你的脚 是这样登地的 没有人靠外侧登地 很少的 对 所以你的登地那一下 你要觉得这双球鞋给到你是一个很稳的支点 让你往前走 你可以通过几个自侧的原地灯 向前跑就可以 那些很好的缓震 其实给到你的 只是那局部的舒服 它并不代表你的跟腱 并不代表你的足跟是舒服的 那两码式的 其实给大家提供个思路 也是我这么多年买鞋的思路 当然我买鞋也看极客鞋谈 首先第一个就是 你知道自己的伤病史 知道自己打球的习惯 首先你要知道 你自己不能去做哪些东西 第二个你可以做哪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你要控制它的范围和活动 平常的动作中 去找你哪些发力习惯 其实我们打球最常见的几个动作 加速度 从0到1的一个加速度 第二个是从1到2到3的一个加速度 能想象到 第三个是你的原地转身 减切力 前扎这个时候多会损伤 转身 抢蓝板对抗 然后第二个 根据自己的动作模式去选 你如果单纯抢蓝板 拼抢 弹跳 缓震 当然是完全正常的人 这个时候你更多侧重点是你的发力 你的发力点 而不是你的降落点 降落点只要正常去维稳 就OK的 你的发力点往往是要 尤其去关注它 转身的话 一定要关注它的一个 左右侧翻的情况 很多人内外侧韧带有个不稳定 甚至包括横拟节骨折术后的 它做这些旋转性的动作 以脚踝为支点的时候 你过大的力会牵扯到它 直接体现的是什么 你的横拟节可能支撑不了 你这个重心的转移 间接的影响就是 可能就是动作本身完成的过程中 别人可能需要发一成的力 你可能需要发挥四成 其中有三成 你都在让你的怀关节去稳定 这个时候选球鞋 你尤其要关注到 它给你的力的传导 是否是没有偏移的 落实到球鞋上 可能更多就是防侧翻 举几个例子 如果你怀关节有扁平足的话 可以选一些 就是前脚掌包裹很好的鞋 一定要把脚掌锁得死死 要锁死 然后加鞋垫 第二个就是你有母外翻的情况下 很多母外翻会出现 病理性的二次损伤 母外翻可能会导致你的膝关节炎 然后半月板损伤 都会出现 是激发性的 长时间磨损 因为力线传导就是不正的 盲目的母外翻选择很宽的鞋 我不是很推荐 盲目的选 我说是盲目的选 母外翻你上来就选很宽的 其实对你的一个外侧是不负责任的 大家有母外翻的时候 一定要看严重程度 是不是可以做手术 是不是可以做直距 是不是可以尽早地去干预 做抗部锻炼也是可以调整 而且很多扁平足 很没有母外翻的 靠球鞋 我觉得不是第一位的 第二个就是有跟腱拉伤的 跟腱拉伤的人选择 你的跟脚性一定要稳 这大家都知道 还是要减少你的跟腱 在你的根骨后侧的一个摩擦 要把它锁住 第三就是长时间 好关节不稳的人 好关节不稳是个很常见的病 做好自我评估的前提下 能打绷带尽量打绷带 而且要选一些好的抗部机构 你可能将近两三次就会了 甚至我都推荐用绩效贴 机贴 但是一定要打的科学 我建议大家试球鞋的时候 一定要两个脚同时试 试完以后从后侧拍给你照片 你穿上球鞋 和你不穿球鞋之前有什么对比 可能很多人穿上球鞋 确实会 好关节会正一些 因为你看不到里面的结构 而且据我所知 很多球鞋 它内部的过渡性是不一样的 他们通过鞋垫 通过中底来改变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塔图姆的 AJ30 之前穿的AJ30几 足够很高 它好不好 我觉得对一部分扁民族的人 你只要适应它 它是特别优好 特别好的 甚至是它在一定程度上 都充当了功能性 不是完全纠正 而是给你一个提供 起码一个正常足弓的一个力量 扁民族的人 只要穿都是绝对难受 你说难受又不穿吗 我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扁民族 你穿中球鞋 早期肯定会动 但是对长久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鞋 对扁民族的人来说 还是起到功能性鞋垫的作用 新节目更多 还是去涉猎一些新的范围 去了解它 系统性的想解决 想发现 想解决它 大家去找专业的人士 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然后医院 三甲医院 是保证下线的 好的康姆治疗师也有 但是就目前来讲 我见的还是很有限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选球鞋的话 侧民说的好不好 还是要看自己 就是更多 还是要关注自己本身的疾病 要了解自己 才能去了解球鞋 体态评估就没什么 体态评估 大家就做简单的测试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没有一些 很好的解剖基础 或者健身基础 或者是一些医疗基础的 大家建议谨慎去跟着网上去练 尤其是当你有病史的时候 我强烈呼吁大家谨慎 太多那些教你三招搞定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可学的 所有的问题都是建立在评估基础上 当然那个是会给你提供个思路 看看热闹就好 想真正的玩真的 还得找专业的人 OK 非常感谢李生今天的分享 希望这期节目对大家有所帮助 其实对我们自己也是很有启发的 我跟华生在旁边 听着的时候也是收获良多 说起来之所以有这个机会去采访他 是因为我最近这两个月一直在他的康复机构进行康复 针对一直困扰我的膝盖并肩盐进行针对性治疗 为什么我会选择采访他 因为之前我去别的康复机构 基本上都是很流程化很机械化的 做什么超声波针灸 然后手法治疗等等一系列流程走下来 只有这里我觉得是非常完整的包括了体态纠正训练等等 就是我过去并不是躺着就OK了 我是需要去训练的 我是需要出汗的 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的区别 深圳的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联系一下 说不定过来之后会偶遇我 看到我在那里嗷嗷叫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后续想了解什么新的内容 或者是想学习什么课题的话 也可以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争取乍看他们的所有支持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记得支持一下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